來來來來 來來來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各位好 我今天不專業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工具牆 幹 沙車給他換了啦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工具牆 好 我看一下這個工具牆 這是我今天剛弄好的工具牆 帥吧 我有拍進去嗎? 好 那接下來 進入主題 我們要裝這個 直上型的LED 魚眼大燈 帥吧 我相信各位 如果是玩野狼的 來看一下我這個野狼 如果是玩野狼的話 一定都有換這種 換這種 那種 電機大燈 這型之有黏 然後玻璃燈殼 那 一般來說這個是直接 原廠的 原廠的如果是打出去 效果會比較好 原廠的大燈如果打出去 效果會比較好 那 我就想先試試看 這邊這個燈罩 還是維持這種電機大燈的燈罩 效果如何 那它反射面也是 金屬反射面 不過應該用不太多 除了遠燈的 遠燈以外 那等一下我們先去測試一下 我們原本在車上這個 我現在已經換成了有一滴的 那時候是換 趨勢大燈的 那它 標榜是說 可以不會閃到對象 不會閃人家眼睛這樣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 不夠亮 不夠廣 太集中 那 我們現在就先去看一下 我們原本這組大燈的效果 怎麼樣 然後跟這個做比較 好 出發 哈囉各位好 那我們現在先 直接打我這組 原本車上這組LED燈 看效果怎麼樣 可以看到光行就很集中的在前面這一塊 這是近燈的部分 我們切遠燈 遠燈就這樣而已 那看牆壁這邊也會 打到 閃到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來換 那 各位我們先看到這邊 野狼 大燈碗 這邊就一個螺絲 這個螺絲用十字的拆下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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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下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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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這個扣子啊 燈的這個扣子 這就比較高檔一點 看這樣子 這樣子 把他拿起來 再來換上我們這個 直上型的 野眼大燈 那邊上面 這樣 沒錯 那我們這個再勾的話 這邊 先放進 這邊這個扣子 一樣把它勾上去 好 勾上去之後 這裡 有點像是壓 好 裝起來 好 好 喔 好 進攻 可以看到很緊繃 有啊 然後裝這個其實蠻緊繃 但是 空間還是夠 剩一點點就出去了 好 我先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是一個 能不能幫助 但是 這情況 可以嗎 會不會開嗎 還是可以 我們看的 有哪些 會不會開嗎 我們接上這個H4的插頭 這個對接就可以了 試打看看 這個太太散了 你要換那個啊 換那個燈殼 那叫什麼 你要把它換掉 這個燈罩繼續要換掉 切線 有一點點啦但是很模糊 對有一點點切線但是被打散掉了 其實這樣也不影響 也是安全 因為他這種燈罩 你看他這種燈罩 他裡面做這種柱狀 因為他這個燈啊 他裡面做這種柵欄的柱狀 所以說他會把裡面這個已經聚焦的燈 再打出去之後他就整個閃掉這樣 就像剛剛那樣子 光型的樣子 那 我們要來換這個燈罩 好 那我們現在來換這個燈罩 OK好 那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組野狼的 燈罩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分開 先把它拿下來 好 那這邊有個卡準 那我們這個 插進去 小一字插進去 轉開 把它拿下來 好 好 有腳條 這個 對 太久了 斷掉了 那 換這一邊的話 這個扣子 扣子就是 來 我尖嘴前 先夾這一邊 好 最後 往下 往下扳 扣子就拿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 就依序把這幾個扣子拿 拿起來 野狼的燈場是 四個扣子 我最後五個 之前自己弄的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塗膜 嗯 它這邊有一個coating 它 好捨不得 裝好久 玻璃的啊 玻璃的啊 先起大等 蛤 摔破 踩破 踩破啊 不要啦 真的不行 不是要踩破嗎 換下的東西一定要踩破的啊 不知道人 請去看上一個大B 點資訊 我靠 這怎麼那麼 現在儲上面這個膠啊 沒有用到嗎 這熱風槍錘有用嗎 我覺得會更滿 把眼鏡都扯得壓下來 把眼鏡都扯得還 我先把眼鏡都扯得很慢 快點 把眼鏡都扯得很快 才能扯得很快 還會扯得很快 還會扯得很快 你扯得很快 你扯得很快 我扯得很快 我扯得很快 你扯得很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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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